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申子時間 Hello Kim Hello Apple 今天我們說說算命吧 好 Apple 你多不多出去找人算命嗎 當然有 你又不光顧我 新年時間 現在才認識你 新年時間多數會去皇大仙 求求神 祈福 求求人簽 或者在走什麼運 那個流年運程是怎樣 明白明白 又或者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行財運 行官運 當然要 整年流流長時間行財運 你覺得財運是一個好東西嗎 很重要 你們一聽到財運一定是好的 其實我想矯正一個點 很多人 無論是行大運 大運只是輸命中 10年會有一個單位行大運 那個叫大運 小運就是每一年 行大運 不一定是行好運 只不過叫大運 大運是10年 行大運不一定是行好的大運 有機會是行壞的10年大運 所以我們去書名 有時候說你行什麼大運 你就不要想著大運一定是好 還有很多時候要找師傅 很多時候他們會說 你正在走財運 正常來說我們聽到財運 很開心 有還財 我們在想 這是要看你的命格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因為很多時候我聽到坊間 他們說的財運是對的 是一個很好的運 但是要看你的命格 如果有些人的命格是弱的 他們很弱 他們行財運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會想一件事 就是財運只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但如果你本身的命格是弱 這個是說命格的 不是說人很大隻 或者很小顆 如果他的命格本身是弱的話 就算他行財運 有機會賺錢 他未必賺到這些錢 如果那個財運 財星是他的技神 即他是不喜歡見到財的 他的命格 他見到財就更加不好 例如我用一個很簡單的舉例 財運 我們當他是財神 好嗎 我們當他是財神 如果你看到財神 你在行好運 財神來派錢給你 非常好 但是當你在行壞運的時候 那個大運是壞的 而你很不喜歡見到財神 這個財神就會變成一個收數人 他來問你拿錢 即是怎樣 會破財 如果我的命格 不是說人 命格是弱的 那段時間 那十年 或者是天生 本身先天是弱 或者是剛剛那個樓 那個十年大運 是那個組合令到你弱的話 那你就有一個很弱的 在命格裏面你很弱 周圍都有錢去收拾 你又見到那些錢很多 你很想去收拾那些錢 你一收拾錢 哎呀慘了 扭傷腰骨 又弄傷什麼 即你有機會就是破財 或者因為去賺錢 而令到招惹到官非 或者惹到很多麻煩 所以很視乎究竟你是命弱 還是命強 我們所謂的新強 或者新弱 是你的命格 那如果財星是你的忌星 那你當然不喜歡見到財星 那如果財就是新官 那如果連官都是你的忌神 官好的就是升官法財 不好的就變成因為有官非了 甚至乎可能會坐牢 或者是嚴重一點 朝夜殺心之禍 所以你要去找一個師傅去批命 你要問清楚 究竟你的命是強弱 在那段期間 你記些什麼 不喜歡見些什麼 所以就不要聽到財運 好啊 玩下手就是有些人走運 但自己就走運 就是一個財 因為見財就霸水 甚至更加會惹禍 那你聽一下自己的運 在走財運 還是走破財的運 是不是 是啊 好 今集到這裡了 有興趣知道更多資料的話 去HK026.com 下集見 拜拜